另外充满喜气的现场是在瑞瑟湘农会 瑞瑟湘农会争取了农委会绿色照顾站计划资源 全方位的来照顾老农民 即去年首度开站获得老农民们的热烈响应 而在今年的虎年新春 在众多老农民因切期盼下 农会是敢在元宵节的前夕胜打开站 老农民和学校开学一样的开心不已 虎年新春瑞瑟湘老农们因切期待的绿色照顾站 敢在元宵节前盛大开站 不论旧与新知 每一位学员就像小学生开学一样的兴奋不已 中干事黄盛黄也相当欢迎 乡内老农民们也能踊跃来参加 一起共参共学 每个礼拜的课程是一三五 目前总共有60位的学员参与我们的绿色照顾的活动 我想这个部分是瑞瑟湘农会 对我们瑞瑟的乡民的一个回馈 那如果家中有长辈需要到我们绿色照顾来照顾的话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瑞瑟湘农产业丰富多元 但是农耕人口高龄化严重 因此农会从去年争取成为农委会首批绿色照顾站示范站后 也用心的来照顾老农们 获得了老农民的热烈回响 几乎全情 而在新的一年 农会也延续开班绿照站 提供农村长辈们不一样的引发生活 我想我们瑞瑟的这个65岁的老农人口 大概占了24% 那这些老农很多的子女都在外地 那需要人家照顾 所以瑞瑟农会特地开办了这个绿色照顾的部分 来照顾我们这些长辈 瑞瑟绿照站热闹开站了 每周一三五三天到站 农会也进行规划包括了身体律动 农耕植栽 以及各式各样的手工艺研习 食农教育体验等等的课程 让瑞瑟湘的农村长辈们活力健康 加霸礼 记者是瑞瑞瑟采访报道